好 那我們今天要上程式語言第二章的部分 那第二章的部分 首先第一 在最前面它有一些簡介 那各位看一看就好 那這邊主要是在跟各位講說 就是系語言它有什麼優點的好處 可以幫各位訓練什麼 那它可以讓各位學習如何結構化 以及有條理的方式來設計程式 那這邊有點額外的補充就是 張老師應該提過就是你學程式語言到底要做什麼 張老師應該有提過說學程式語言做什麼 那就我來說 我跟各位補充一下 它可以訓練各位的邏輯嘛 那我們上了大學 說實話 有些課我真的覺得沒有必要 說實話啦 我是海工系畢業的嘛 就跟各位目前在修一樣 有些課真的沒有必要 這我不怕錄音啊 但是因為我後面講的是比較重要的 可是它幫各位訓練什麼 訓練你的思考模式嘛 你今天要做一個工程 你可能會忘記公式 你在查就好 有這種東西 這種東西公式這種東西你在查就好 可是當你沒有工程的思維工程的角度的時候 你這個東西做不下去 所以程式語言也一樣 他幫各位訓練結構化以及有條理的這件事喔 你會發現有些同學講話沒什麼條理 你會覺得喔 這個人講話好沒邏輯喔 我相信各位應該都有感覺 那說不定你自己也是啊 但這我就不知道 這個狀況是為什麼 缺乏訓練嘛 這個東西可不可以透過訓練來改善 基本上是可以的 它當然有天分上的要求 有些人天生就是非常厲害 數理空間的概念非常好 但是可不可以透過訓練來改善 是可以的 那基本上程式語言 你今天不要說大二你就忘記了 你可能修完那一刻啊 我過了你就忘記了 整個程式語言都忘光了 沒有關係 但是你從裡面學到的東西 無形之中就在你的腦海裡面 這個東西怎麼邏輯 怎麼程式化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好 那這邊第一章我沒有什麼要念的意思 那我們就迅速跳過去 那第一個 第一個簡單的C程式 這個要列印一行文字 那各位看一下它的說明 給各位大概十秒 好 看一下它的說明 各位應該都是有課本的嘛 各位應該都有課本 有人沒有課本的嗎 好 沒關係 我沒有要說什麼 好 那沒有課本的就看簡報 那如果後面的同學 你覺得我的簡報字 因為等一下有一些字蠻小的 那你請你舉個手 我再看一次幫你切換 好 應該都懂了意思 就是我現在不做切換 因為有的人可能還在FB之類的 那都沒有關係喔 好 但是OK 我們先看第一個程式 就是上一堂課應該已經有做基本的編譯嘛 所以編譯 如果各位一個禮拜沒有編譯可能已經忘記了 好 我相信這個人是蠻多的啊 就是上個禮拜做編譯應該有印象吧 有印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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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嘛 有嘛 有人點頭 好 編譯要先做在前面 你程式寫完 先編譯嘛 編譯完要執行 是A嘛 編譯是G77嘛 嗯 不是G77 是什麼 編譯 好 大家忘記了 好 沒關係 那等一下我們你們恐怕沒有辦法提早離開這樣子 OK 沒關係 那我們做第一個程式 那我們第一個程式在做什麼 剛才的廢話時間各位應該已經閱讀完了 OK 那它主要的說明是說它要列印一行文字 列印一行文字是全文的關鍵 你要用程式在螢幕上輸出一行文字 是這個程式的基本的描述 要做列印一行文字這件事情 應該清楚 OK 那這個程式怎麼寫 在列印一行文字這邊跟各位 網路上不是 就是 學校那邊下載下來的不一樣 因為這個我有重新再改過 那你看到這個程式滿簡單的 不長大概九行 甚至你扣掉一些不需要的 其實內容超少 那它的功能也很簡單 但是各位寫不寫得出來 應該是我們今天算是 第一次要各位去寫 所以可能還寫不出來 那我們看一下 這麼簡單一個程式它有什麼樣的 細節包含在裡面 魔鬼藏在細節中 看一下 首先前面第一行跟第二行 看一下第一行跟第二行 它是沒有意義的 什麼意思 它只做說明 說明給誰看 說明給程式閱讀者看 程式閱讀者看 程式閱讀者看 是誰 不見得是誰啊 有時候你們作業教上來就是 助教嘛 就是批改助教 註解給程式閱讀者看 避免今天是一個新手 他都不知道你程式在做什麼 他透過你閱讀 你註解的說明 也可以獲得 你這個程式在做什麼的概念 這樣有清楚 這個不需要再重複一遍吧 註解它有一點 有一點重要 那你不用被它的定義 OK 所以在斜線 這個斜線開頭之後的字 各位看到 它在邊緣器上 也會以不同字呈現 正常來說 看你的邊緣器的狀況 看你 各位的邊緣器可能看不出來 它會不同顏色 可以可以 那個你們如果用 Nopey++的話 是看得出來的 你如果用記事本是看不出來 它會變色 它變色 後面的字 就是斜線後面的字 對程式來說是沒有意義的 再復生一遍 對程式來說是沒有意義的 為什麼 因為它是註解 斜線兩句之後 後面程式碼都不會執行 都不會執行 斜線兩片之後 後面的程式碼都不會執行 這非常重要 所以我重複好幾遍 然後 所以 你看一下這個 大概是英文 Figure 2.1 它配合什麼圖片2.1 然後什麼東西 程式檔 程式檔案在這一個 如果各位有光碟的話 它可能在這個部分 這個重要嗎 這對程式電腦來說 一點都不重要 因為它在註解 斜線兩撇之後 後面的所有程式碼都不會被閱讀 對程式來說是沒有重要的 好 但是 這個在作業要求裡面是有的 不要忘記 這個作業要求 這一次會再附給各位 就是 註解 是有作業要求的 為什麼 因為有註解比較好閱讀 就是 方便閱讀者 練習各位去寫那個說明 好 那後面還有一個是 一個斜線 然後STAR 然後一個STAR斜線 這邊因為 偏幅的關係 我就這樣簡單寫 但是各位應該看得出來 它是兩個符號 它是兩個符號 在兩個符號之間 所有字都視同註解 這個字用來做什麼 今天我 兩撇斜線 後面這個是註解 那我第二行 又要兩撇斜線 後面又註解 那我今天如果二十行註解 我不是那個斜線打到很煩嗎 對吧 那我可以透過什麼方式 直打兩個 就是這個方式 前面斜線STAR跟STAR斜線 這個方式 我只要打兩個 兩個符號 就可以代表二十行 前面那個二十個 全部都有斜線 這件事情 好 如果不清楚我們 這個在這邊 還不是非常重要 之後的程式 會讓各位練習 那它還有些其他的使用 比方說 我今天要讓部分程式碼失效 這個也是非常有用的技巧 那我可能第一堂課講 各位還沒有感覺 我為了要讓部分程式碼失效 為什麼 我今天我程式 我不知道錯在哪裡 那我可以利用這個註解的方式 讓這一行程式碼失效 來檢視錯誤 是不是發生在這一行上面 這非常重要 我看到已經有人 開始昏昏欲睡 但是沒關係 好 這是一個小技巧 那非常多的技巧 我們之後再談 所以前面註解的部分 就這樣過去 那另外一個 所以一二行不重要 因為它是註解 但是第三行開始是程式正式的部分 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需不需要打一二行 基本上是不需要的 如果今天是課堂作業 大概不需要 回家作業可能也不需要 因為 除非你要描述一下 這是作業級之類的 你自己開心的事情 但基本上 對我們來說那個是 對程式來說是沒有必要的 好 那從第三行那個景字號開始 景字號開頭的是 景字號開頭 它這邊有一個 C前置處理器 那這個東西在做什麼 如果各位沒有印象的話 第一堂課 就是Chapter 1的部分 老師有提過 那如果各位沒有印象 等一下後面 我也有幫各位再抓出來 那它是一個 C前置處理器 程式透過C前置處理器 可以做什麼事情 它可以去 include 大家應該知道 include 就是英文 它大概是包涵 它從 所有的韓式庫裡面 把 那個 需要的韓式 抓出來 那需要的韓式是誰 是 STDIO 這個檔 那這個檔名 這邊先告訴各位 以.h 作為副檔名的標頭檔 它是 專有名指示 標頭檔 那它在做什麼 它就是把一些 你需要的韓式庫都放在這個檔案裡面 因為C程式本身有一些韓式庫是沒有包含的 它透過include這個方式把標頭檔叫到你這個 你寫的主程式裡面 主韓式裡面 OK 這樣 我需要再附上一半嗎 應該不用 那 標頭檔的製作 各位很有可能會整個學期會做不到 所以這邊先讓各位知道 它叫做標頭檔 很有可能整個學期做不到 但是副檔名有點重要 在儲存的時候 c語言要儲存成.c 之類的 這個副檔名 那word可能是.docx 或是.doc 這個叫做副檔名 副檔名有沒有重要 是蠻重要的 作業 交過來不能編譯 事同 零分 這個 剛才是不是忘記講 對 交過來最低要求 就是你交過來應該要能夠編譯 我相信它上面應該都有寫 最低要求是能夠編譯 什麼叫編譯 就是我 編譯完要按A 這一部分是可以的 那如果你連基本要求都達不到 是以零分計 好 即使你裡面都寫對了 你副檔名錯 會不會不能編譯 會 會 我再跟各位講一遍 即使你程式內容完全無誤 我在家裡測都很OK 你在儲存的那一差那 副檔名存錯了 會不會不能編譯 會 所以是零分 所以副檔名有一點重要 這個各位要放在腦海裡面 OK 那他叫了誰進來 我從程式外部 等於我找了一個外語言 那叫了誰進來 那他是叫做STDIO的標頭檔 那他STIO 根據課本書法 他是叫做標準輸入與輸出的標頭檔這樣子 那什麼叫做標準輸入跟輸出 那對程式語言來說 基本上 概括的意思是 我從螢幕輸入 就是我用鍵盤 各位手打輸入 而不是其他外部的什麼程式 那以及我的結果呈現 也是呈現在螢幕上 這樣叫做 可能叫做標準輸入輸出 那會不會有其他的標頭檔 之後會使用到 會 有一些程式 比方說他有一些複雜的函數計算 你可能要叫做 你可能要把數學這個標頭檔叫過來 它叫做MATH之類的 各位一定會遇到 那這個東西在目前為止不是很重要 因為基本程式這邊就足夠了 好 那程式第五行同樣是註解 所以它那個英文我就不用跟各位翻譯 因為它是註解 它對程式執行來說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它是在說明 所以我們直接看第六行 它對主韓式 這邊來寫 那前面是INT INT是韓式的行別 韓式的行別 那後面MAN代表這個是主韓式的建構區塊 下面大括號 兩個大括號刮起來的部分是主韓式的建構區塊 那主韓式的英文叫做方選它有一點重要 那什麼叫做主韓式 之後還有韓式 之後還有韓式的寫作 那個是之後的事情 但是主韓式就是說 我程式主要在這個部分執行 它叫做主韓式 那它的英文是MAN 這個也是要到最後一定會記起來的 但是先跟各位提一下 那前面INT是它的行別 那後面的VOID是回傳指是無 那這個有什麼差別 韓式各位都知道吧 韓式SINE SINEX 假設SINEX是 我忘記 我已經忘記 我已經忘記 我已經忘記了 假設45度 SINE45度是多少 是不是有一個數值 即使我忘記它叫做什麼樣的數值 它是不是有一個數值 各位應該可以接受 可以 所以它會有一個回傳型別 假設我今天做一個SINE的韓式寫作 告訴你SINE 多少 那最後它會把結果傳到誰身上 最後這個回傳值這個上面 它會把值傳到回傳值上面 OK 那對這個層次來說 因為它只做 如果各位忘記 它只做基本的輸出 它只有要輸出了 Welcome to see這句話而已 的狀況下 它需不需要回傳數值 數值不需要嘛 很好 我看到有人 有回應我 不錯 就是不然我都不知道 各位有沒有在聽 那如果我講話太快 各位 可以跟我提醒一下 因為我講話速度 有時候蠻快的 看看狀況 所以 如果講話太快 可以提醒我一下 我可以放慢一下速度 OK 目前沒有人提醒我 應該還好 所以回傳行別 回傳的數值 在這個主韓式裡面 它需不需要回傳數值 不需要 所以它的類型是void void是 英文是空 空 所以在這個 在這個韓式的 內容裡面代表 它不需要回傳數值 所以它是空 0 不是傳0 因為它就是5 因為0有沒有數值 有 0有數值 但是在這個 程式裡面 它回傳值是空 所以它不需要回傳 任何數值 OK 那 記得大括號之間 是它的建構區塊 這有沒有很重要 我覺得還好 各位看一看 不要完全不知道就好 那記得 韓式本體 這邊 各位講義上面也有寫 它對本體是有說明的 就是body 還是什麼 它這個本體在那個括號裡面 是它的區塊 是它的區塊 那記得 程式結束 這個蠻常犯的錯誤 一定要用後括號掛起來 前括號大概大家都會打 但後括號很容易就忘記 這個先各位提醒 那忘記之後會發生一件事情 是邊緣錯誤 那邊緣錯誤 後括號的邊緣錯誤 我忘記了 有時候不太好找 這個各位自己要放在心上 那 這個才是整個程式最重要的部分 其他都是既定的規矩 既定的規矩 它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道理 為什麼 你說為什麼前面要寫警字 後面寫那個 那個 我也沒辦法跟各位解釋 因為它是固定的規矩 好 但是 在這一個部分是 整個程式的精華所在 為什麼 因為 前面都是格式的部分 格式說明的部分 那 這個程式唯一執行的事情是什麼 是列印一行文字 這個如果各位有印象 所以它執行動作 這一行 是你們執行動作的 有 它是這一個程式唯一 一個執行動作 那其他的都是 比方說我去叫 叫標頭檔 叫標準輸入輸出 的標頭檔進來 然後做一些什麼事情 然後宣告了一個 主函是什麼 這個都不算是 實際上的動作 所以它這邊 特別有寫 動作 我不知道為什麼動作還要不要英文 OK 就是 動作 好 那 printf在做什麼 它在做程式的輸出 這蠻重要的 因為它大概會陪各位一整學期吧 printf 所以你現在把它記起來是很理想的事情 那print 英文應該大家都知道 print 是 列印嘛 print 對 印表機如果是 英文版它可能列印那個是用print 之類的 OK 那f代表什麼意思 f代表一格式 一格式 輸出 輸出 這會不會以後有其他的print 基本上是有的 但是 最常使用的還是以printf為主 一格式輸出 那它的格式內容 就在後面的 括號裡面 它在後面的括號裡面 它在後面的括號裡面 那它這個在做什麼 輸出 輸出 在後面之內 但是引號之內 是你要print到螢幕上的東西 到目前時有沒有人有問題 意見想法需要補充 覺得疑惑 或是後面姿態小的 都不會 大家眼睛都不錯 好 那我就繼續 括號內 是它的引述 引述 這個還不明顯 這邊 大家先看就好 那最後結束的部分 結束的部分 要用分號 來表示 你這個敘述是結束了 敘述是結束了 OK 那在裡面 是它輸出的文字 是 Welcome to see 這個是英文 包含金湯是英文 這應該不需要我解釋 為什麼 歡迎大家來到 西元城市之類的 OK 那後面還有一個稍微重要 是這個 斜線N 斜線N 它是什麼意思 它是跳脫序列 跳脫序列中的 意緣 跳脫符號 跳脫符號 那個斜線是 跳脫字緣 那跳脫的情形 是由N控制的 那這個後面會有 它有不同的跳脫情形 但是斜線N 代表什麼意思 控一行 控一行 跳脫字緣就跟 什麼有關係 因為我教Word 我非常有印象 大家記得那個 Word要搜尋 Enter的時候 是做什麼 向上那個P 這是不是一個跳脫字緣 非常像 這個非常像 所以 程式語言 學了之後 還可以幫助各位 就是大概理解 電腦為什麼這樣做 為什麼這網頁這樣設計 你 心裡 表得要死的時候 為什麼它設計成這樣 它能不能夠設計得更好 這個 提供各位做思考 如果你 學了之後 你可能大概可以了解 因為它裡面架構 就這樣做 所以它大概也沒辦法更好 之類的 所以這個 會不會是未來各位 可以朝向的方向 這也是滿有機會的 這個 我應該不用多提 所以程式語言 學了之後 可以幫助 各位非常多的地方 非常多的地方 這個我就 在這邊不多說 好 那 敘述式 就在分號那邊結束 那跳脫字緣的情形 鍵下頁 它 再下頁 還沒有到 這邊還有一個 應該是滿後面的 在PINF前面 有一些空白 這邊沒辦法用 顯示 這邊沒辦法用 那叫什麼顯示 沒辦法 就是 空給各位看 那要空多少 各位自由心證 各位自由心證 那 沒有 所謂自由心證 就是沒有強烈的格式要求 但是 但是會有 作為要求 為什麼 空白主要在做什麼 是 方便閱讀 那它就跟那個 註解一樣 就跟註解一樣 方便程式閱讀者 閱讀 什麼意思 比方說我今天 PINF 移到最前面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嗎 就是把PINF移到最前面 那所有的開頭都一樣 所有的開頭都一樣 會發生一件事情 什麼 不好閱讀 如果各位沒辦法接受的話 我描述一個狀況 就是 大家寫作文 你前面要不要空兩行 空兩格 作文 你前面要不要空兩格 應該要吧 應該要吧 那空兩格在做什麼 基本上還是方便閱讀 你會說這是 格式需求 沒有 它還是方便閱讀 假設我 文章 秘密文嗎 洋洋灑灑 那第二段在哪裡 我怎麼找 這樣應該各位 可以理解這個情境 所以 這個程式不明顯 因為它只有短短的 就是主要程式可能只有短短四行 短短四行 那只要包含前面的標頭檔 可能五行 之類的 狀況下不明顯 但如果今天是兩百行 三百行的程式 你有沒有空白 就會有點差異 這應該各位可以想像 所以在作業要求裡面是有的 記得 註解跟空白是有要求的 但如果沒有達到 月末不會扣超過當次作業的20% 最高應該是扣 作業大概會以十分為計 如果以去年之前的狀況 以十分為計 所以最多common跟 common是註解 common跟空白不會扣超過兩份 如果都沒有 就是只扣一次 好 那最後這個灰色的區塊 各位如果在閱讀上 不是很清楚 它這個是程式執行的結果 程式執行的結果 所以你在螢幕上會顯示什麼 你今天程式執行 編譯 執行完 直接就會出結果 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其他動作 這個程式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輸出 Welcome to see 這件事 所以它輸出這個結果 所以最後這個灰色的區塊 為什麼 它在這邊 各位如果覺得奇怪 它是你螢幕的狀況 它會告訴各位 Welcome to see 這樣子 連金彈號都有 那為什麼沒有斜線的N 如果你有這個問題 不好意思 你可能要再回去聽錄音檔 斜線N是什麼 跳脫之源它會不會被列印出來 基本上 有列印 各位看不到 所以等於沒有列印 這樣可以嗎 跳脫之源 會不會列印 會 它會直接切到下一行 有列印 但是看不到 就像Enter Enter 各位看不看得到 Word Enter 各位看不看得到 很有可能是看得到的 那有人搖頭是什麼 很有可能看不到 這是什麼 這在設定上是可以調調的 我今天究竟是什麼模式看不到 Enter 那什麼模式看不到 Enter 這個是可以做調整的 所以Enter有沒有列印 有列印 可是看不到 這樣有了解那個概念 好 所以Welcome to see 是它執行的結果 那跳脫系列的補充在這邊 它各種的跳脫的內容 在這邊 比方說斜線N 跳一行嘛 斜線T 水平 移到下一個Tab 定位點 那你如果對這件事情 欸 應該這個應該不需要拍照吧 因為跟各位的講義一模一樣 好 各位如果下載網大的講義 當然你要拍我沒有意見 欸 可能夜數不一樣吧 但這一頁還是有的 誰說不一樣 喔對 就是 前面那頁不一樣嘛 但這一頁還是有啊 我是說這一頁應該不需要拍吧 好 OK 沒關係 這個 所以它做Tab的工作 那斜線T 如果各位不知道Tab的話 打開Word 按下Tab你就懂了 它會跳 下一個Tab定位點 那你說它究竟會跳多少 它究竟會跳多少 這個根據程式不同 而有差異 這個我沒有辦法跟各位說 可能是七個或是八個的那個字緣 這個太太不一定了 所以這個地方 它會跳 某一段距離 這個各位放在腦袋就好 那斜線A這個 做警告 讓系統發出聲音或是顯示 這個很有可能用不到 整個學習你可能用不到 那反斜線符號這邊 在自算中插入反斜線置圓 在自算中插入反斜線置圓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一個反斜線是跳脫序列的說明 但如果你今天要在引號裡面打出反斜線 你要怎麼做 就是這個方法 這樣我懂吧 這樣應該可以 應該懂我的意思 引號裡面 如果你只有一個反斜線 它會認為是跳脫字圓 你沒有打其他字 會被認為是錯的 那如果你今天一定要打出引號 請做兩個斜線的事情 那雙引號也一樣 為什麼雙引號會有影響 大家不要忘記 在printf裡面 兩個引號之間是 輸出的自圓自串 對吧 那如果你今天要打出 在句子裡面要打出引號 比方說林肯說過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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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話 你要怎麼打出引號 你就要扣這個方式打出來 有懂我意思 你如果直接打引號 它會被視同什麼 比方說你有三個引號 1 2 3 那它就會視同你斷句斷在哪裡 前面兩個1跟3之間 這樣應該有懂我的意思 所以算引號如果你要打出來 這個是有一點差異的 好 那這邊跟各位的講義也略有不同 左邊文字我沒有做變更 但是如果各位忘記第一節課講過的時候 大家可能有點迷茫 那右邊這邊是我把它從第一章再抓回來的 它這邊在典型的細語言開放環境這邊有提到 它的四個階段的差別 好 從磁碟 然後從文書編輯器就是各位的可能是notepad 或是notepad++之類的 然後到前置處理器 各位如果不知道什麼叫前置處理器的話 請記得 這邊剛剛我有特別講 以警字號開頭之前置處理器 所以在警字號程式在閱讀到警字號這一端的時候 其實在做什麼事情 它是在做前置處理 那前置處理器在做什麼 請看一下右邊的說明 那前置處理器完會到編譯器 編譯器完再做連結器 編譯器裡面就會把連結器打開 編譯器裡面就會把連結器打開 然後編譯完成最後做執行 這樣子 OK 那連結器是什麼 連結器 像是有些韓式 有些韓式 在標準韓式庫裡面的韓式 或是其他的韓式 它不是C語言的一部分 所以為什麼要找外緣 為什麼要找外緣 因為我內部沒有 所以要找外緣 所以我要透過標頭檔的導入這個方式 把它叫進來 像是printf跟skinf skinf還沒有看到在後面 那這個東西它本身不是C語言的部分 所以程式不知道它是什麼意思 你如果沒有做標頭檔的include 它會不會知道是什麼 它會不會知道是什麼 基本上是不知道的 那也有部分的C語言編譯器是知道的 這個不在討論範圍 這個不在我討論範圍 它把透過連接器的方式 把printf這個東西叫出來 主韓式在編譯到printf這一串的時候 會去找外緣 曠照一個空間 把printf這件事情叫過來 它把printf在做的事情叫過來 OK 那我就做printf這件事情在裡面 這樣有清楚 那它通常編譯完之後 連接完它叫做可以執行的程式 可以執行的程式 這個說明各位客朋友 我就不再重念 好 那這個也跟各位的講義有點不同 因為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做說明這樣子 OK 這個程式 就是剛剛的printf 第一個圖2.1 大家看一下圖2.1這個程式 大概是這個部分 就是原本 我只是把頭尾截掉了 那些說明那個我都截掉了 它不需要存在 那所以主要函是include尾截掉 不然我放不下這麼多 所以這個不是正常的程式寫說 我只是讓各位做比較 主要的程式部分 原本是printf welcome to see 那變成什麼 變成兩行 printf 然後welcome 然後另外一個printf to see 這件事 但是大家注意一下 這個是程式結果 兩個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這個非常重要 一模一樣 那為什麼 為什麼 這就跟它的程式的輸出有關係 記得每一個printf 這邊有說明 都會從上一個printf 結束的地方開始列印 什麼意思 就是welcome 這邊有個空格 不要忘記 這邊有個空格 welcome 結束之後 如果你沒有做跳脫 序列 就是跳一行 這件事情 會發生一件事 是什麼 下一個printf 會從上一個printf 結束的地方開始列印 所以我如果沒有空格 會發生這件事情 是什麼 welcome跟to 連在一起 這個 有點小重要 如果之後有格式的作業 的話 這個會有影響 記得那個空格 需不需要空 你個人都要思考一下 如果沒有跳脫序列 後面那個printf 會從前面那個printf 結束的地方開始 這個有一點小重要 那下面這個 圖二點四 就是另外一個 你看從接骨看 就明顯不一樣 那它做一件事情是什麼 這邊有一個跳脫 這邊另外一個跳脫 這邊最後一個跳脫 三個跳脫 為什麼沒有 為什麼沒有 多一個 你看這邊其實有多一個 只是最後一個跳脫 在螢幕上 各位可能也看不出來 就是有跳脫跟沒跳脫 不明顯 如果你只有一句的話 但我如果有三個 我透過三個跳脫 應該說 其實我只有兩個跳脫 就可以做到 這個welcome to see的狀況 那最後一個跳脫是什麼 我還是 就是切到下一行 各位看不出來 這樣子 OK這樣子 這個三個方法 跟各位講義有點 不一樣的排版 我這樣子 列出來 各位應該比較好比較 OK 三個程式的不同 應該這樣 各位看得出來 好 那請各位 這只有五分鐘 這個只有五分鐘 所以包含 下課十分鐘 時間剛好 五分鐘 我沒有一樣 跟計畫學一樣 我沒有佔用各位下課的時間 請你用五分鐘的時間 現在九頂五十五 五分鐘的時間 把你的 這三個程式 這個不檢查 你不要做我沒有意見 我再講一遍 你不要做我沒有意見 我這個人 沒有什麼太多 那個 你不要做我沒有意見 因為這個只是做練習 所以 請你打開你的記事本 把 這三個程式 好好的去感受一下 不同 你不是打完而已 你還記得要做編譯跟執行 如果你編譯跟執行 忘記了趕快趁這個時間 複習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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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